要在这里看过去啊 那个周天啊种的工具都没熟悉啦 因为看了这周都是晴好天气 那我就在那里了 然后再说一下大家一直问我啊 就是多肉种啊 怎么浇水 能不能路养 我再在这个视频里面跟大家说一下 大家看一下我周天种的这一棚 雷斯女王不是女王花莉啊雷斯女王 我应该说的没错啊雷斯女王 还有这个男爵 还有就是种的这个pinky 还有这个兔子棚 大家看一下小兔子棚兔子吃冰淇淋 你看狗熊啊老虎都在这里 那这里大家注意听啊 直接种完多肉 什么情况下可以帮到外面直接路养 就是温度在气温就是整天的气温 在二十度之下 最低在五度之下 就可以直接路养了 要不要浇水 等一周后七天之后 如果有下雨 这中间有下雨就不要浇水了啊 大家一直不理解这个啊 就是这个意思了 那如果一天中气温有高于二十五度之上的 你要换在散光的地方 就是一两处一周之后才能搬出来路养 那搬出来路养 那如果都没有淋雨 你可以给它浇水 有的人说这次就浸盆 浸什么盆啊 你的多肉还没有覆盆 还没有长很多根 它不需要很多的水分 你的盆盆啊溜边浇一点 或者原来一种喷雾湿的水物 给它的叶面喷一点水 就足够它的水分的吸收 因为你给多肉种的时候 你的那个土它其实买回来 山家它不会给你干土啊 都是潮湿的土 它那些土就足够多肉的生长 你还给它浸盆 你要让它早点死啊 这个道理一定要懂 多肉其实就是一种洗干不洗湿的植物 这个道理你不懂你怎么能种多肉 多肉换在那里一个月都没事情啊 你怎么让它十天就浇一次 十天就浇一次干嘛 是不是 所以说很多人手劲才把多肉养死了 不是懒能把多肉养死了 就是说你在同样的环境之下 是不是 当然你有的人小苗啊 很小的苗买回的 是不是 你温度中午温度达到27度30度 你换在外面露养 不晒死才怪的 是不是 你很小的苗啊 是不是 那肯定的 要换在遮阴处 7天 一周左右 就这意思了 是不是 所以说 希望大家 希望大家 认真的 看我的 视频 我一直讲了 我其实都在视频里都有讲 但 不可能 就是一个视频里面讲这么一点 也没什么内容 是不是 那今天我这个视频就专门讲了 多肉 中 晚 什么时间 可以露养 什么时候 可以浇水 怎样浇水 怎样露养 应该讲的很清楚了吧 大家听得懂了吧 好 今天的视频啊 就拍到这里 谢谢大家关注 喜欢的可以收藏转发 拜拜